近日,周杰突然登上热搜,有女生翻文称与周杰在交往期间,因不愿意吃逼酿而遭到了对方的抛弃。 女方还晒出了多张与周杰的聊天记录,一时之间引发全网关注。 这名女网友还曝光了自己跟周杰交往的内幕,称周杰十分自私,人品有问题,尤其是对待别人要求极高,但自己却私生活混乱。 甚至只因女友不愿意吃养,就将对方扫地出门,还爆出周杰并不是大家以为的亿万富翁,甚至还进行了抵押贷款。 他还说周杰喜欢在媒体面前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大方,爱奉献的好形象,但实际上的他却是一个非常小肚鸡肠,特别爱生气的人,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人的利益之上。 从这名网友刷出的聊天记录和照片可以看出,这位女生似乎和周杰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,并且对她的私生活比较了解。 网友们都感慨,这次的爆料其实可信度挺高的,感觉这个女孩掌握了很多重要信息,包括照片,聊天记录等内容。 这是铁了心要把对方给捶死呀。 周杰今年已经50多岁了,突然间爆出这种丑闻,也是让大家着实震惊呀。 可是大家不能只听女孩的一面之词,况且娱乐圈的事件常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反转。 既然女孩爆出了猛料,那就期待周杰赶紧出来回应一下吧。 点赞,订阅,并点亮小铃铛,就能每天和桃子一起吃瓜看戏咯。